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真的7点40分30秒了 我是夏之平 大家早安 我是曾美如 今天在德先生这么说这个单元里面 志平跟宛如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在刚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一开始会觉得说好拗口 也许我们念完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什么呢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要说的是大法官市字第78号 728号 728号说到的是 寄存寄室工业派下员 依规约认定案 好拗口 你看我们连念都觉得好奇怪 那么今天我们来请专家告诉我们 这到底牵涉到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我们的受访者是民间司改会的执行长 高荣志律师 执行长您早 早 主持人早 是 我们刚刚念了这么拗口 你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 是 因为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但是证明法律实在是第一 是法律该检讨 我们真的觉得法律就是 依照人民的需求来制定的 来规范的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运行更顺畅 但是刚刚念起来就不太顺畅 执行起来怎么样呢 律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案子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 那个既视工业 其实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 什么中心会 什么中心会 那因为这个中心会 我们国家试着想用法律来规定它 所以就有一个既视工业条例 那既视工业条例 其实里面规定的就是说 你们什么中心会里面 应该怎么组成 那主要就是说 其实大家不要小患这个 因为中心会其实远远流长 所以有的其实已经都 百年以上的所在夺用 所以事实上它牵扯到很多的问题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是很严重 很大问题就是说 它其实都很有钱 像这个市值728号 它的市值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它牵扯到的财产是几百亿 哇 对几百亿财产 好那有趣的 因为既视工业 本来我们只是要讲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是为了祭祀祖先 还成立这个中心会 简单讲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 以前我们常常觉得 就是传统的观念认为 祭祀是男生的事 对 传宗接代是男生的事 我记得不管就是比如说在告别室的时候 家属一定是长孙或长子排第一个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这个女生不重要吗 那个文化其实都一直还在 那个这个祭祀工业里面其实也是 所以这就觉得很有趣 就有一个人觉得我们祭祀工业条理 因为第四条第一项 他里面就规定说 里面这个的话 祭祀工业派下权 男生可以 那女生不行 那如果有规定的话 就一起规定 没有 第一项 第一项的前段是规定说 如果既是 就是说你有一个公约 对不对 你的公约怎么定就怎么定 然后又有人 就有人说 因为公约里面通常我们的传统都是定 传男不传女 那就有人认为说 你这条的规定 是违限的 什么叫做派下权 派下权就是说 你像譬如说 我简单来讲 大房二房三房四房对不对 还是说哪一房的子孙对不对 假设你们有三房的子孙 每一个人就有三分之一的权利 所以这些权利你们就是共有 你们就是每一个人有三分之一的权利 用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派下权就是你可以 享受多少的权利 那简单来讲 如果说是两男一女 理论上一个人应该是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女孩子会排除掉的话 就变成是两男的孩子 不过现在在民法上面财产的部分 女方还是平均可以分配 所以在这个一般的想法里面就觉得 这个派下权跟既成权很类似 但是你如果仔细地回想一下早期继承的话 女孩子嫁出去的女儿是破出去的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民法早就规定女孩子有继承权利 但是实际上民间女孩子你去回想 或许你自己就有这样的继承权利 或许是你的上一代 女孩子嫁出去的话 不太敢回来分财产 那即便我们法律也这样规定 但是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很多的女生会逼着第一个要求 被他的兄弟要求要抛弃继承 哦 我懂了 有听说过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譬如说你回来对不对 那兄弟前面就给你一些钱 然后要求女儿不可以继承 所以基本上背后还是同一个价值观在作祟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第728号的这个解释令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针对这个刚刚这个指引长所说的 祭祀工业派下权这件事情 有了这些解释 但但是让我们匪夷所思的是 大法官们的解释文 那不危险 对 这宪法第7条有一个平等权 不管男生女生一律平等 这不是小学生就知道的事吗 没错 所以大法官做这条解释会被骂 那但是大法官不是笨蛋 大法官为什么会做出这条解释 简单的讲 我先从正在大法官立场讲 再从批评他们的角度来讲 我正在大法官立场来讲的话 就是说 他认为申请示线的条文 只有第4条第一项的前段 那第4条第一项的前段 他只有讲说 那个祭祀工业里面如果有规定的话 就依照他的规定 他认为这个条文本身 这个条文本身 并没有歧视女生 因为他只是说 如果有规定就依规定 他并没有说 男生 只有男生才可以 女生不行 所以大法官就做表面文章 是 但是我们没有去探究 这个规定怎么定 对 然后大法官就讲说 至于规定怎么定 那是当事人的契约自由 所以法律本身没有危险 你这样可以理解吗 他是间接的来讲 法律本身没有危险 对 因为自由权也是很重要的 你契约怎么定 国家当然要尊重这个契约了 对 所以大法官就排出了 契约自由这四个字 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律本身是一个中性的 他没有比较偏好男生 也没有比较偏好女生 这是大法官的解释 所以形式上 形式上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法官按照这个字面上来说的话 没错 所以大法官的解释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被人家骂呢 尤其是被人家批评没有性别意思呢 我现在在大法官的立场讲完 在大法官的反对他的立场来讲 他说 根据 譬如说联合国的反对 对消除对女性歧视的公约 他说歧视有 我们的国家的法令跟制度 对妇女的歧视 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直接歧视 譬如说他法律直接规定说 这个男生才有继承权还是派下权 女生没有 这是直接的歧视 那另外一种他说叫做间接歧视 就是这个法规看起来非常的忠性 但是实际的运作是对女生不利的 那这种叫做间接歧视 所以你就站在这个立场来看的话 大法官就很值得骂 因为他你就可以批评他 他是站在所谓表面中性的法律背后 事实上当他宣告和线的时候 你就是又对妇女的地位造成不利 或者是继续维持这个不利的状况 所以这就是很多的性别工作的 NGO的我们的团体在批评他的原因 就是大法官是假中立 简单讲 那可是从这个大法官的解释里面 我们这样来看 我看到大法官们 大法官们针对这些解释里面 其实也有分成几派的意见 对大法官其实也是不同意见 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性别盲 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还是躲在这个所谓契约自由 这种比较表象的法律的后面 他比较没有实质上去看这些问题 假定我们这样的 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也许不是很够 从这个相关的解释的条文里面来看 这些多重的解释来看 我要请执行长告诉我们不同的意见 最值得珍惜的有哪些呢 我觉得有三位大法官 他的不同意见是最值得 大家看来一个是李政三大法官 他其实是现任大法官里面的自由派 所以他常常写不同意见 那为什么他写不同意见 表示他的意见跟人家不同 他的意见跟人家不同 所以表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大法官 全部是保守派 全部是保守派的 保守派的比较居多 那李政三大法官 他是比较自由派的 那还有一个是罗昌发大法官 还有一个是叶白修大法官 叶白修大法官 他的切入点是很有趣的 他简单讲你整个法律 整个地制公益条例 你要综合的来解读 综合的来看 你如果全部综合来看 这部法律就是歧视妇女的话 还是对女生不利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选到他为先 而不是把他像这样子形式 很表面的把它切开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说到底 就是一种对性别 或者是对于价值的选择 那大法官一直在讲 为什么会大法官被骂 因为我觉得他大法官太过于 怎么说 太过虚伪 这样讲对吗 因为他把法律切割 他说第四条第一项的前段 这部分是契约自有 我只要受理这一段 那这部分的话 我刚刚讲了 是中性的 看起来没有性别其次 但是呢 他后面没有讲 第四条第一项的后段 第二项第三项 因为他就有很具体的讲了 他说就是原则上就是男生 女生是不行的 那这些法律 他说呢 这个不在本次解释的范围里 你听到意思吗 他用一些程序的把它排除在外 意思不在本次 那下一次我们可以专门 从这个第四条后端开始讲 那还要等多久啊 对 可能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大法官为得不足 你要嘛 你就不要讲这一笔 但是他又想要做好人 但是他又好人 他又不敢出手 真的去做好人 所以他把这个 后面这部分 真的是法律比较明白 写对男生有利 对女生不利的涉及 男女不平等的地方 他就说这个叫做有关机关 应该要检讨改进 他就觉得你在干嘛 你做了一套解释 结果呢 你也不 你也不 就像我刚才讲 199大法官这样 他认为这整部法律 都应该有危险的地方 对不对 你干脆就把明明白了 把哪几条危险 你就把它通通 把解释 说这边就是危险的 你也不要这样做 然后呢 你也不要 你如果不想要这样子做 那你干脆不要受理好了 就他选择了一个 明显危险的部分呢 他说是其他有关机关 你要好好地检讨 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比较中立的 比较中性的部分呢 没有那么明显的部分 他就说 这部分没有危险 你要知道 当大法官说没有危险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是来肯定 现在的秩序 对 他就是再一次的肯定 肯认的现在的秩序 所以大法官的这种做法 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是对男女不平等的话 尤其是对女性的启示的话 当他宣告核心的时候 其实又是强化了对女性的启示 所以啊 所以看 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针对 当然我必须说 可能所有中华民国 这个这么多的法条里面 可能有数万条 数千条是存在着 性别歧视的条文 但好不容易这一次 有这样一个解释令 是可以针对 所谓的两性平等 可以有好的解释机会 但是我们的大法官 刚刚这个 就有执行长说 好像只有李正山跟罗昌发 以及叶柏修 这三位大法官 在这样一个解释里面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那其他的大法官 可能都 都还是 我执行长 其实在大法官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采取多数诀嘛 对 但是可以把不同意见 罗列出来而已 没错 这是一个妥协的权务 所以大法官的解释文 看起来有时候很奇怪 因为他们有时候面对一个比较争议 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一句话一句话表决 所以他写写就很不连贯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 我们国家大法官会议 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应该采取 像譬如说美国联邦县法院 那德国也是一个法庭 就是说他的组成方式 应该用法庭的方式 那法庭的方式 他们的做法就是 譬如说我九个 或者是说像我们这十五个 大法官讨论完了之后 讨论完了之后呢 就讨论出一个大致上的原则 跟方向跟结论 然后呢 由一个人来逐笔 一个人来逐笔 他逻辑才会一致嘛 然后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你就写不同意见 是 这样会比较好 那现在我们大法官解释 很多都是妥协的产物 很多都是妥协的产物 所以看起来会很奇怪 读起来会很痛苦 因为他全都有逻辑不一致 就是你觉得他受理的前段 好像是要讲 计事公约这个 计事条例是核线 那后面呢 又认为说 有很多很多不已的地方 然后你就觉得 那不已的地方 到底是核线来违线 但我还没讲 但我说其他 其他有关机关的 后面这一段 大法官是有说 呼吁相关机关 应该要检讨修正 但是这只是呼吁 对不对 这没有失职的效力 所以我才会说 唯得不足啊 就是说你要受理 你就好好的说 他受理完的时候 又说手说脚的 又不说 然后前面那边 也 也肯认了 现在的这个歧视的状态 后面这边 又推到别人身上 说不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解释 还好越解释越糟了 那我觉得 大法官有一个不太敢解释 我觉得他其实活在 香牙堂里面 自己骗自己 他说 男女之间的这个 记事的问题 记事的问题 这个 是文化的问题 习俗的问题 所以需要时间来解决 我觉得这样 这种说法 事实而非 因为他这种说法 变成是 肯认 既存的资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实上 我们就不会有 譬如说福气财染制的修正 福气财染制的修正 以前是因为 如果你没有约定的话 我们法律不一定财产都是先生的 后来人民越来越不能接受 女性的意识越来越抬头 大家觉得男民应该听懂 大家觉得这怎么可以接受 所以法律就直接定了 其实影响比较大 反正是福气财产 对不对 比如还有继承的问题 继承问题我们早就知道 所以在现在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面 这个所谓的 记事工业的派下权 其实就是 记事工业里面的权力 的分配 并没有什么男尊女卑 这种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申请事先的 这个案主 申请的人 他觉得不能接受 还是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还有这样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 这个都是祖先 留下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当成 是继承的一部分 那其实 女性的权力 是已经慢慢在决心 所以你不太可能 就是早期很多女生 被嫁出去的女生 被要求要抛弃 现在根本是不可能的 现在年轻人根本是不可能 如果现在 反应敢有 我觉得男生也不会这样要求 反应敢有哪个兄弟 要求他的姐妹 要抛弃继承的话 恐怕成为重死之地 对 一定是谁理你 没错 白话一点是谁理你 因为法律上 已经保障了女性的权利了 就是你根本没有 依法有据的资格 叫女性抛弃继承 没错 好我们今天 时间的关系 只能聊到这了 谢谢斯改惠的执行长 高荣志高律师 谢谢律师 谢谢 谢谢